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西交融 难得一见的岁末音乐饗宴 就是庄汉庄老师的一个曲目 能够很短的时间把它创作出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远跳 其实是两岸互相的远跳 能够将音乐上面的一些的一个愿景 能够把它铺陈起来 那当然就是时间虽然是非常的仓促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清华乐集 在林一军老师的这一个带领之下 六年来的一些的成就 非常有感受 国立清华爱乐乐团的同学们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团员文化素质很高 音乐感悟力非常强 确实是一支很有朝气 很有潜力的 前途非常光辉灿烂的乐团 清华爱乐管弦乐团原名清华室内乐集 是由一群清华大学大一部分系音乐自由声 及具有乐器特殊专长同学征选而出 希望说这样的曲子在台湾演奏呢 是比如说非常特别 因为它是二胡中国的乐器 加上管弦乐团 也就是西洋古典乐器 庄老先生那个作曲家 其实他不使用email 也不使用传真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说这个音乐会能够成功嘛 所以在比如说在曲子方面 就会跟他讲说 比如说我们学这个乐团的编制是什么 有哪些乐器 特别就邀请他说 为了这些乐器而写这样 因为这个曲子原先也有一个国乐的版本 所以国乐版本再转到这个西乐的版本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庄老师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特别来写这样 12月15日晚上7点半 新竹市演艺厅自有入场 爱乐的新竹市民 请勿错过这场 捷壳两岸音乐高手的音乐饗宴 秘书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勿告